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瑞作词 穿着强aws supreme, 把喇嘛呀りゃ la axi ha verted to the archi at sea, 而而而ŏ 律律 仔裕 yi yi uun. 搁干戴干扒 xiara, 穿着强aws supreme, 把喇喇嘛呀 prat 瞎 ви для laha ned to be, 而而而而和ぜ而и yi yi uunó, 搁干戴干扒 xiar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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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就是说 下面就是将如果真的堕入到地狱里面 那地狱里面的这种感受是什么样呢 在这里比较坚略的语言来描述地狱的 尤其是热地狱的一些痛苦 那么热地狱里面的这种痛苦 大家都知道 不像我们世间当中的开水 热地狱里面的这种水 就是全部是燃烧的铁水 铜水 就是燃烧的这种铜水 就像现在世间的一些钢铁工厂里面的 这种融化出来的钢业 就是钢业那样的 就是非常的这种可怕 一般的我们世间的这种高温 就是无法避语的 地狱众生的这种肌肉和皮肤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的 小孩的这种奶肉一样的 就是很细腻的 很难以认受的 就是人类特别弱的 那么这样的这种皮肉和铁水 那接触的话 就是极其的这种难说 平时我们世间当中 就是一般的自己的手啊 脚啊 那这些呢 就是躺在 被什么开水 就是躺着啊 或者是用自己的手 就是就开始这个 放在那个烧的开水当中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受 就是极其这个吃痛啊 就是无法这个认受的 与地狱的这种这个痛苦的话呢 就是也是无法相比的 就是无法相比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大家都也知道是 就是最好不要堕入地狱当中 一旦堕入地狱里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 就是有时候这个天气比较热一点 就是到了这个五十四五十多的时候呢 就是就热得不得了 就是根本就没办法戴下去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这种这个天气呢 就是也不算什么 就是非常的痛苦的 真正我们在这个 就是好几万年 就好几十几百万年 一直住在这个地狱当中 就是然后引用这个燃烧的铁水啊 那这样的这种感受是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就是 时时都是要这个观想 那么堕入这样的地狱的这个业呢 就是恐怕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不知不觉当中 都是已经造得非常严重了 已经造过啊 因为堕入地狱的因呢 佛陀也是在有关佛经当中 也已经讲了 就是自行罪啊 这个佛制罪啊 尤其是呢 就是我们这个 毁谤三宝啊 杀害这个众生啊 以及呢 就是摧毁这个佛经佛典等等 就是这种这个行为呢 全是堕入这个地狱的这种根本因 就是堕入地狱的因 那么我们自己能想得起来 能想不起的 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业呢 就是恐怕是非常多的 就是的确是非常多的 如果有造成这样的业的话呢 那么我们怎么会是 还在这个世间当中啊 就是这个逍遥自在的 一直过着这个非常快乐的这种生活呢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不应该有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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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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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频的造罪业方面 有能感 也有智慧 也有善巧方便 那么这些人呢 实际上是被世神一定控制住了 就是被世神已经带住了 但是呢 还在这个世间当中 就是无忧无虑的 就是一直呢 就像天人一样的放逸着 也就像天人一样呢 就过着这个快乐的生活 那么作德呢 就是以非常悲悲的语气 就是说啊 可怜了 就这些懒惰的人们呢 真的已经倒灭了 真的已经完蛋了 多可怜了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啊 当然作德呢 只不过是提醒我们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看到今天的这个社会的话呢 应该是这种感慨呢 就是谁都会发出来的 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呢 也会有这样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世间当中的 很多的这个修行人呢 看什么样的 大家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啊 真正的这个勤奋努力修行呢 就是绝对是没有的 不要说是这个常年如一日 或者说是这个非清王世的年年月月啊 就是不断的抢一抢的高僧大德那样 就是轻轻修行 这个事根本不用说是 连一年当中 一个月当中的 就非常如理如法的修行有没有呢 我是反复观察自己的时候 的确是没有的 基本上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呢 不要说二十四小时 一天八个小时当中呢 就是断除一切分别 杂念忘念 一心一意的就修行呢 就绝对是没有的 就上午一个小时好好地修一下 然后再过了一个小时 就已经出现分别忘念了 然后就这样那样的 所以到了现在的时候呢 也反过来自己的 反观自己的一生呢 也很容易了知的 而心里面呢还想获得 我今生往生极乐世界啊 或者是获得大圆满的果位啊 希望都是很大的 但是能不能实现呢 农民根本没有种庄稼的 然后他想收获很不错呢 有没有这个机会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呢 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个修行人呢 也应该就是好好地这个想一想 我们这个世间的这种这个痛苦 尤其是呢就是来自这个地狱的这个痛苦 知道这些道理之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人们呢 尽量也是这个行之善法 如果好好地这个行之善法的话呢 很有可能啊就是造的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恶业的人啊 就是造的这个非常严重的恶人呢 就是在临时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机会获得这个解脱的啊 所以我们的这种当下的念头啊 就是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要离开死亡 离开死亡的时候 我们的前途是到底是地狱还是天堂 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可能每一个人来想是一个威士兽 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下呢 如果听过一些善知识的教言 自己也是在这方面呢 有比较这个强烈的愿望的话呢 在那个时候呢 很有可能就是能忆念得起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善念就是 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将自己 以前所造的这些罪业就是当下这个消失 也有这个获得解脱的机会 所以说呢我们前往呢就是 也不要这个成为非常这个可怜的这个众生吧 就是即使以前造了一些罪业呢 就先到遇到这个三知识 遇到了这个大成活法以后 自己呢应该好好的这个忏悔 关系所有人们在行启ining 他们在此就会认识 出来到这个识务里面 这个按照的目标 就是他们在随话 用作识程度上 对我看不见 对我们的东西 能这样一代全力 但是就是给我们的 提到这个论画 作识程度上 的一代表 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发行所有 可是祂务里面 这是我们今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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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我们真正的越过三间乐会的大海的这种船只 这种人生就极其难得的 既然我们已经得了这样的非常可贵难得的人生 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千万不要天天都是好吃难做 整天都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一直不愿意做 一直是个水难叫 然后吃的时候脖子就伸得特别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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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的的确确是人生是非常难得的 这样的人生我们以后什么时候得到呢 也很难说的 这一点并不是只是一种教教主义的说法 实际上这一点是深信不疑 而且我个人真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明白啊 我们现在的这种人生以后能不能得到呢 一点把握都是没有的 所有的三界轮回的这些众生 运营众生当中呢 我觉得这个深信是最好的 有了这样的人生如意宝呢 就是我们可以暂时获得三界的果位 究竟获得无上圆满正能觉的果位 如果我们变成其他的一些旁生 其他的一些不说地狱和恶鬼的众生 即使说变成一些旁生和天人 没有这样的佛报 因此大家也是有了这么好的善缘 或者是机会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好好地行持善法 行持善法也不要懒惰 其实我们真的在高僧大德和佛陀的这些教言当中 人生难得的这些教言 数名无常的这些教言 这些基础达好了以后 修什么法都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我们基础没有达好的话 表面上说很多顺其次第啊 圆满次第啊 无上境界啊 观托噶等等 就是这些密法 对你的相续真正能改变上 有多大的作用呢 也不好决定的 所以就是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应该在这方面是非常的重视 希望所有的这种四中佛友 对这些关键的问题应该再三思维 嗯 谢谢 进行 这样 今选择 那么 降下去 已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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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